发现冲撞馆长健身房的兵士车 围婷在路边远景赶紧上浅询问 才刚走出来就被发现警方要求他出示证件 果然就是杂电嫌犯 他给了证件说可以移车 过不久就被大批警力包围 因为不是现行犯 无法限制人身自由 嫌犯就在驾驶座上接受盘查 接着自己开车离开 警车在后面跟着 陈信嫌犯犯案后在新庄落网 随后被带回侦察队 在路途中居然还接受媒体采访 进了警局后连干弟弟也来帮他说话 我哥他有说馆长 之前在直播人数有好几千人 还有就是公布他的前科 还有他的个资 所以导致他现在没办法正常生活 没办法工作这样子 所以他心生不满 所以就去砸馆长的店 不断强调馆长陈之汉泄露个资 而他们在讲的就是这场直播 真的是枪炮跟那个毒品前科 他的新闻在这里 让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现在他人在陈信嫌犯三重店 43岁的陈信嫌犯是土城角头 在13年前被警方查获持有线弹枪及子弹 枪支黑市价格超过30万 被歹时说是朋友寄放防身用的 这新闻被放上直播 嫌犯公称因为馆长泄露个资 已经提高妨害名誉 但现在生意不好 认为都是他害的才会愤而犯案 我来为我的名誉讨公道 再次强调要讨公道态度相当从容 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通通都有道理 TVBS新闻最后报道